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度 傳播真相 為正義發聲 我是美玲 2011年1月11日 政治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問北京期間 中共在成都的飛機設計研究院 對其新型的G20隱形戰鬥機進行了飛行測試 據瞭解 該戰鬥機還得到了著名印度裔工程師戈瓦迪亞的指點 不過 很是遺憾 這名印度裔的工程師並沒有機會親眼看到自己參與研發的G20的是非 因為那時的他已經因爲中共而身處牢籠 並且極限面臨著終身監禁的判決結果 現年78歲的戈瓦迪亞出生於印度 20世紀60年代時 他移民到美國 後來便加入了美國國籍 在1968年至1986年期間 戈瓦迪亞為美國知名的航空 電子和信息系統製造商 諾斯羅普 格魯曼公司工作 並且獨自完成了隱形轟炸機 推進系統的構思與設計 1986年 戈瓦迪亞以健康因素從諾斯羅普公司退休 十幾年之後 也就是1999年 戈瓦迪亞和他的妻子 東山再起 成立了自己的資訊公司 這麼多年來 戈瓦迪亞一直將自己定位為 保護B2E型轟炸機 免受熱追蹤導彈襲擊的技術支付 不過 正是這樣一位軍事界和科技界的絕對資深的人物 卻在20年的某一天 突然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們敲開了自己的家門 2005年10月26日 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逮捕了戈瓦迪亞 並從他的住所收繳了7張硬碟和40多箱包含有機密內容的文件 2006年11月11日的庭審現場 負責國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長克里斯說 戈瓦迪亞向中共政府提供了美國一些最敏感的武器相關設計 以獲取金錢 今天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根據指控 戈瓦迪亞至少向3個外國的軍方機構洩露了美國的軍事機密 其中這就包括了中共政府 除此之外 美國的夏威夷法院還對戈瓦迪亞提出了18項指控 包括違反美國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 未獲美國國務院許可 擅自與國外的軍事機構接觸 並透露機密以及洗錢等 2010年8月 夏威夷法院裁定戈瓦迪亞的14項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出售軍事機密 和幫助中共設計隱形戰機巡航導彈的罪名 原來在2003年時 戈瓦迪亞在中國成都以口頭的方式向中共的有關人員 介紹了隱形巡航導彈設計 自那時起到2005年 就在這短短的三年中 戈瓦迪亞竟然有6次前往中國 與中共人員討論設計和展示它的隱形巡航導彈 如果能有效對抗美國空對空導彈 回到美國之後 戈瓦迪亞還給中共外國專家局的代表王同明及其他共謀發送秘密電子郵件 就此 陪審團判定戈瓦迪亞向中共傳輸了3項特定機密信息 第一個是有關中共巡航導彈項目排氣噴嘴的PPT 和對重新設計噴嘴有效性的評估 第二個是在配備給中共改進的排氣噴嘴之後 自己對中共巡航導彈簽名的計算機文件的預測 第三個是戈瓦迪亞自己對美國空對空導彈相關的預測 提供給了中共日思夜想的機密文件 相信它拿到報酬也一定是不低的 根據起訴書提到 戈瓦迪亞從中共手中 前前後後收取了11萬美元 拿到這筆錢以後 戈瓦迪亞美滋滋地用這筆錢還上自己在夏威夷的海邊 一座價值數百萬美元豪宅貸款 然而與其他國家相比 中共並不是什麼闊氣的老闆 據美國司法部官員說 戈瓦迪亞因為販賣巡航導彈以及B2的機密 差不多獲得了大約是200萬美元 另據戈瓦迪亞公司的流水顯示 從1999年到2003年 該公司獲得收入總計將近75萬美元 不過 警察官認為戈瓦迪亞的實際收入金額可能會更高 調查顯示 戈瓦迪亞可能擁有多個離岸銀行賬戶 即公開資料顯示 B2型戰機是美國諾斯羅普公司 為美國空機研製的 具有前天後作戰能力的隱形轟炸機 其單架飛機的開發總成本大約為20億美元 可以說 B2型戰機是世界上造價最昂貴 隱形效果最好的飛機之一 因此 其寄出資料也被美國的空軍列為高度機密 當美國聯邦法院首席法官莫爾維宣布有關判決時 戈瓦迪亞坐在被告席上 面無表情 不過 戈瓦迪亞的辯護律師卻聲稱 戈瓦迪亞向中共展示的設計是公開的資訊 並非機密資料 然而對此說辭 很多士兵人士表示難以信服 香港軍事評論員馬鼎盛對美國之音表示 戈瓦迪亞律師的這種洩漏資料是非機密資料的辯解 是站不住腳的 馬鼎盛說 很顯然 如果不是機密資料的話 中共沒有必要給他那麼多錢 既然戈瓦迪亞收了錢 那麼出賣情報罪肯定是坐實了 至於那些情報資料有多大的價值 還有待研究 馬鼎盛認為 很明顯 這項判決與中共最近展示的G20隱形戰機是有關聯的 他認為 美方在G20起飛之後判決此案 是有震懾意義的 那就是 美國其實非常在乎這種事 既然已經泄密了 那麼美國肯定要查是誰泄的密 是怎麼泄的密 那如果有漏洞 那就是讀此漏洞 因此 審判工程師就是讀漏洞的辦法之一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美國會採取怎樣的方式審判這位工程師呢 也會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去讀這個漏洞呢 自2005年被捕以來 戈瓦迪亞一直都被關在聯邦監獄 多個聯邦機構都參與了此案的調查 包括聯邦調查局 美國空軍和國事局 檢察官稱 原本希望判處戈瓦迪亞終身監禁 但在層層法律的審核之下 他們決定判處戈瓦迪亞32年徒刑 預計釋放日期將會在2033年9月11日 在法官宣判刑期以後 美國助理檢察官索倫森向當地媒體表示 法官沒有判處他無期徒刑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不過 話要說回來 32年的有期徒刑仍算是相當重的刑期 在美國陸軍助理部長辦公室擔任采麥後勤與技術幕僚的奧斯本指出 戈瓦迪亞案件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自古以來 無論是深敵磚透彈頭 高超音速飛彈的耐熱複合材料 還是潛艦潛航的精英技術 都對美軍至關重要 但可惜的是 這些尖端技術幾乎全遭到中共政府的窃取 中國這種打著科學探索的幌子 奪走美國重要的科技成果的行為 已經長達數十年 由外媒更指控中共 什麼都偷 接二十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負責政策的前代理工防副部長安德森在接受福克斯數字新聞採訪時說 中共灌用一系列的間諜技術 從老式和技術低的間諜和美人技 以及賄賂來招募美國承包商 大學學者和政府人員 此外還有更先進的方法 如獲取美國軍事系統關鍵數據的網絡活動 如果沒有間諜活動 G20戰鬥機不可能比現在更先進 這就是重點 根據戰略情報公司Strider針對研發核武與多項軍事科技著稱的 洛薩拉摩斯國家實驗室的調查報告來看 在過去的30多年中 共有162位中國科學家回到國內 然而 這160多人中 僅有多達59人加入了中共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 又稱千人計畫 在15名長期任職洛薩拉摩斯實驗的中國科學家中 亦有13人入選了千人計畫 對此Strider強調 中共竊取美國科技的努力 卻是比外界所意識到的 甚至懷疑的還要更複雜 時間更久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